哈囉大家好,歡迎光臨熊茶 你們小時候有玩過對獸 對獸怪 怪獸對打雞呢 還記得國小的時候 樹毛寶貝是很夯 那時候同才呢 基本上比較 家境比較富裕的喔 大家都會有一台 那時候呢 其實家裡就是 也沒那麼好過 吃飯就吃不好了 還給你怪獸對打雞 對不對 但是有一天呢 我跟母親大人啊 去家樂福採購 買一些日常用品 結果呢 看到有一個攤販了 再賣怪獸對打雞 其實那個年紀呢 完全不會起疑的 起疑什麼 等一下再告訴你們 那當然就是 苦苦哀求啊 可不可以買啊 就很盧小小這樣子盧媽媽這樣子 有沒有 盧到最後終於 喔可以買了 哇賽 興高采烈的買回家之後發現 欸 什麼裡面的那個介面啊 還有一些 設置有點不同 後來玩了一下才發現說 原來那是盜版 不僅沒辦法跟人家連線 裡面的內容也完全不一樣 根本就是 養小雞 真的就是養小雞 就這樣 在我人生中呢 留下一個悲慘的回憶 好了 那今天呢 現在要開的就是 怪獸對打雞 20週年版本 後面有這個 主角電源的 我們先把它拔掉 喔 可以看到是一個 20週年的版本喔 它一開機的時候 就會寫在上面 這個是打名字的部分喔 我們名字就取一個弓 欸我又彈出來了欸 哇 現在怎麼辦啊 我現在毫無頭緒欸 好 就現在就等啦 我們現在就等吧 喔唷 欸 跑出來啦 呵呵 好 那我們就餵它吃東西 好 陪它練習一下 好 各位看到了 它現在就大便了 大便我們就要幫它清大便 欸 它就很高興有沒有 其實跟養那個寵物是一樣的道理 那它這一次的版本呢 養成時間縮短啊 我現在這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 只需要六個小時喔 然後三十六小時就可以到完全體了 把一些新的動態放在二戰喔 到時候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欸 到時候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欸 計畫啦 欸有六小時嗎 奇怪 這是 喔 原來我真的會錯意了啦 好了各位 那最後呢 之前我不是被觀眾推那個鋼彈坑了嗎 然後我也買了很多嘛 花了快 五六千有了吧 還有一堆在那邊 還沒拍喔 剛好看到一個消息 萬代呢 要辦一個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展覽喔 那這次呢 鋼彈的展覽呢 他們這個活動 有一個10月7號優先入場的一個名額喔 總共是500名 對 你可以先優先入場 所以你就可以優先的買到他們的限制的商品 方法呢 就是先去辦他們的PP會員喔 就是萬代的官方啦 然後並且去參加他們9月11號到24號的 LINE的官方的優先入場活動 就有機會成為那500個 我可能會帶一個行李箱去吧 呵呵呵 好的 老樣子影片破現在明天就有新的影片 那就再見囉 See you 不會吧 別再熟了 可不可以 I'll talk 好